一滴一休上路后 中华邮政原本规划 周六营业的 287 家邮居 将有 140 多家部营业 但交通部长贺承担希望不要影响民众 中华邮政周二宣布 2月 25 日起 周六邮居仍将维持营运 而且不减反征 再增加一家高雄佛工邮居 每月第二周周六营业 共计 288 家邮居提供服务 不过营业时间 除了故宫邮居及麻醋备干邮居 为时不变外 其余皆调整为上午9点到12点 缩短半小时到5小时不等 另外周六及假日 限时包裹邮件停止投递 信箱邮件也停止收览 而国内快捷邮件投递服务 仍为是全年无休 礼拜六出来上班 我们是算加班的 那我们会给予加班费 那我们运生的一些费用 基本上由公司自己来吸收 至于26年未调涨的邮资 中华邮政表示 已经规划邮资调整案 目前于交通部审查中 而邮资调整与一粒凶没有关系 生活中心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里面独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调整 quan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调整